这要看队员们想打成什么样了 15号愿违尾一次内切 好的还有再分到右边路 采访松漂亮 二十号郝俊敏 在右路 再给采访松 传中 陈涛偷球空门 对方的中后围一脚把球破坏掉了 球门球 这个球裁判是判高林出了一脚 中队刚才一连串传击配合 非常的流畅 在我的评论席前面 很多的荷兰球迷也在跟着 对方 对方的说话 托里斯背后防守很严密 可以看得出来巴默马队 在这场比赛中 在自己的30米区域之内 下脚很快很凶 而且小伙子 前两场比赛 发挥的这么好 这场比赛 有一些低潮 也可以理解 看这个球 王洪亮 传进来 投球 漂亮 十八号 高林 终于进球了 高林 作为中国队的中锋 长场首发 终于等来一个进球 主教练 克劳琛 没有白夸他 也没有 白白的激励他 他说了 高林只缺一个进球 其他的表现都是完美的 这一下 高林就变成彻底的完美了 2比1 王洪亮一次突然的前插 从后腰位置 插入空档的传球 球传得非常好 脚腕 然后中场有很大的空档 来组织进攻 左右调度 高林 小后跟一拨 拨掉对方 好的 右脚传起来 这球 再给左路 并没有越位 有机会 太好的一个机会了 其实作为一个前锋选手 还是前要选手也好 必须有很强的射门能力 这样才可以比较称直的 贸然往前插 会越位的 好的 左路直传打身后 又是高林 一对二 身后没有人接应 确实是 由于后卫线 要负责自己的职责防守 前锋线都压得太靠前 所以说中场的空档非常大 高林先倚住对方 长船转一个右侧 李南跟上 这球难度比较大 因为弹起来之后 强行突破 这个要给盘了 高林是生生被对方拉倒 张言鹏从后腰的位置上跟着高林 一直跟着了边路 最后还是被高林突破了 高林的位置上跟着高林 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 小展波 后点 倒攻 这球呢 从任一球的质量上来讲 小展波应该说 罚的并不好 是一个半高球 但是呢 由于对方后背啊 也没把那车蹭起来 反而变得有危险 这就很可惜